年度進步獎 我私心啦 我自己私心我是很想投給蘇士軒 嗯 可是李家康今年真的 表現得太 太棒了 對 我是東山再起 不行啦 根本沒這個獎項 也不符合資格 東山再起是要受大傷 可能一鏡沒打之類的 心裡受傷 心裡受傷很高級 歡迎收看觀眾 那愛看蔡新潔 輕鬆的小莉 現在是龍年了嘛 跟他拜個晚年啦 龍年勤大運 對 好運隆重來 因為這一次是過年之後的第一集 我們準備要迎接下半季 同時我們要回顧一下上半季 哦 對 其實算是一個高潮疊起的賽季啦 對 我們先回顧一下上半季好了 對小莉來說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些讓你覺得 特別意外的事情 或者讓你覺得特別 好像有點 出乎你的意料 我覺得今年 蠻多隊的球員都讓我 在上半季的時候都還蠻耳目一心的 而且他們都有很多很亮眼的表現 像其實在領航員 我覺得表現最亮眼就是 加康 我覺得加康這個 我覺得應該不用說 他成績跟他的表現 還有他的那個叫起來 我就已經 告訴全聯盟了 我就是 準備好了 我今年就是要來 奪得一個什麼樣的獎項 的那種氣勢 那今年其實我覺得 講到自己國王隊 我覺得國王隊 蠻平均的 就是每一個禮拜 或是每兩個禮拜 都會有不一樣的人跳出來 像其實就是 上個禮拜的 waiting嘛 然後再上一次的 博制 那當然我本人也在裡面 就是 就是 對 因為很感人被俘嘛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們自己球隊是 每個禮拜都有不一樣的人 跳出來 即便是主力 反正在修兵 那 還是想要傳達一些事情就是 我覺得球隊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你不是只有球在 經驗比較老道的 球員身上的時候 這個球隊才可以併住 對 對 就是國王隊 其實我們一直在 打造這樣的文化 那 當然以前的富邦 一直都在走這樣的路線 但是今年好像很卡卡的 之前我們有講到嘛 就是 傑哥 今年好像有點 油箱裡面還有多少油 對 還有多少油的 欸 打臉啊 結果 馬上在 對 準備收官之前 跳出來 對 馬上打臉了我們 而且打臉了 一狗票的一些專家 所以我覺得 傑哥 也是我覺得在今年 一個很特殊的 亮眼的存在 對對對 所以說到國王隊 其實我 我印象蠻深刻 薇婷在賽後記者會 講的那一席話 就是 希望打給 天上的媽媽看 對 我之前在高中的時候 表現不好 然後 甚至有一場 在高雄富賽的時候 我媽媽特地從台南來看 然後 但那一場我打得很爛 而且是爛到 我直接跟我媽說 就是 就是 你可不可以 不要來現場看我打球 因為我說 你每次打我都 都表現得差 然後 可是 真的到現在 打得很好的時候 她媽又沒有機會可以看到 所以 我知道她 會支持我做的所有決定 所以 我會就是繼續努力 然後 甚至是過年的時候 我會去 跟她告訴 這個好消息 那我也會讓她知道說 當初 支持我打球是沒錯的 我沒有 因為 應該是只打不好 所以我放棄 那我會 繼續做好我自己 這個就還滿感人 其實 其實我現在都還雞皮疙瘩 職業運動就需要一點這樣的人味 對 那再加上 一樣是家族的力量 小莉那天 弟弟在場邊 喔 對對對 奧運國手 對不對 愛的弓箭手 送給弟弟 他是皇家弓箭手 皇家弓箭手 對不是愛的弓箭手 皇家弓箭手 不管是 在場邊 加油的弟弟 或像威婷是天上的媽媽 其實 都會有一種 特別的情感 為你們加持 那連結很強啦 所以你看 哥哥跟弟弟同時在場上打球的時候 那個連結一定會更強嘛 就是我只傳給弟弟同時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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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隊當然還是有很多 打出來比較亮眼的一些球員 那我這邊我其實 老實講不是說我沒有一一點出來 是 實在是 剛好在收關前的這幾場比賽 剛好是這幾個人就超級亮眼 那當然你說 像 夢想家的阿吉 跟Walko 對 他們就是很穩定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根本也不用太去提到他們 或是甚至說國豪啊 俊翔這些等等 主力的球員 那你在場上的時間 你就是可以這麼多 相對你繳出來的成績 就是會比別人的參數稍微 好看 再往上走一點 對對對 因為其實今年我們說意外的好 夢想家是好沒錯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可以 打到到十連勝 對對對 這種境界 雖然說在過年前有稍微校正回歸 但現在還是在聯盟的前段班 那釋放了阿吉 再加上我覺得 麥卡洛跟過去打出的 他的狀況 還有他的拼進 其實我覺得也有往上提升的感覺 對 所以說現在的夢想家 其實下半季 還是有一些讓我們值得期待的地方 對 因為其實像夢想家 他今年的狀況 其實一直以來 從 Plussey第一季 到現在第四季 前面三季的夢想家 基本上都很讓大家有一個 詬病的地方 就是雷聲大雨點小 剛開季的時候 熱身賽的時候都很厲害 對 夢想都很強 然後打到季賽 例行賽開始打之後 可能慢慢就有傷病 要不然就是 可能不知道 降帥合不合 不知道 可是就是在場上打起來的那個狀況 就是很明顯是球員 要去適應教練的體系的時候 就會好像有一些適應不良 所以不知道降帥合不合 但是就是會有一種雷聲大雨點小 你只有人家在調整的時候 你打得贏人家 人家調整好的時候 就開始掙扎了 對 就打不了硬仗 但今年完全不一樣 對 打硬仗可以 然後攻勢 你要讓他 有很伶俐的攻勢 也一堆 開始在得分的時候 你挺不住 對 以前夢想家是得分荒 對 他們之前上半季的平均得分 大概就是了不起90分左右 對 不過今年在10連勝期間 其實攻勢是很順暢 而且防守的效率也很不錯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以戰績很亮眼 夢想家這個也是 這也是意義 攤完了意外的好 那我們當然還有意外的不好 那當然我們就緊接著就 我們就拉到了高雄啦 哈哈哈哈哈哈 馬上就看到高雄了 緊接著到高雄了 高鐵一站就到了 一個半小時一日生活圈 對對對 因為今年賽季其實補強了coach秋 對 那過去其實鋼鐵人一個比較大的狀況就是 總教練也一直換 球員也一直換 但今年有coach秋在整合的情況下 其實開季還是走的比較掙扎一點 直到2024年到過年的這段期間 戰績有慢慢的往回拉伸 但說實在的還是不夠好 我覺得這個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對鋼鐵人很寄予厚望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人員其實也不差 對 老實講其實也不差 也從領航員交易了 阿搖碰碰 阿搖碰碰過來 所以其實老實講應該在銜接上面 他的人員應該是更充足才對 可是反而在例行賽開打之後 人越打越少 曾經有一度是可能只有7個人 還是8個人上場 對 所以其實連我們在旁邊看 我們都覺得他們這些主義球蠻辛苦 有點捉襟見肘 調度沒有那麼充裕 對 然後反而就是好像讓我們 看到跟以前不一樣的扣球 他在調度的方式 或是在指教的方式 好像跟以前扣球 我們認識的扣球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 球隊這邊有給他 高層這邊有可能有給他一些指示嗎 還是不一樣的一些調度方式 我們不知道 那但的確看起來是 扣球的風格跟以前不太雷同 當然有些東西還是一樣 魯迪在講幹話這些 就還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在場上的一些調配 我覺得好像跟以前 我們所知道的扣球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是鋼鐵人在這一季 剛開季 然後一直戰機持續走低的 很關鍵的一個點 嗯 不過現在其實打了半個球季而已 下半季還是可以有一些展望一些契機 然後看看鋼鐵人能不能夠持續回穩 鋼鐵人是球隊 球員也好 教練也好 有四階級教練 對 許瓜 對 都覺得他們很強 但是說真的 鍵盤總教練 都覺得鋼鐵人很爛 就是譬如說在技術預測的時候 就譬如說球員內掛了 就是你們這種 都會覺得 我鋼鐵人好像還不錯 還是怎麼樣 但其實鋼鐵人在 這個鄉民或PTT 這個網友裡面 都會覺得 這沒什麼 會嗎 都過氣啦 或都沒有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有這種差別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很常都是看 數據面的東西 然後剛好就是真的又都在訴求 大家就是一頭熱的就是 你知道剛好可以打落水狗嗎 我覺得就攤開來就陣容來說 陣容上他確實是一支 不錯的球隊 但是他們 從成軍三年來就是 整合一直沒有辦法很好 就是他們的 陣容的深度沒有辦法 位線在戰績上面 對這點其實也很奇怪 因為教練其實也都請了 也都算是 滿不錯的水準的教練 那可是為什麼戰績還是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要討論到 是不是有一些高層的一些監控 還是他們有一些控制欲 可能比較強的一些狀況在裡面 我們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印證 這個沒有辦法印證 對但是 我會覺得說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持續 長達三年了 對三年了 對三年了 還是希望鋼鐵人可以慢慢的好起來 南部鄉親代表對不對 還是希望 對對對 尤其是 因為一個聯盟只有六支球隊而已 就是如果說有一個特別落隊的話 那其實整個聯盟的 觀賞性跟對戰組合 其實會少一點樂趣 還是希望鋼鐵人 我要在年後 強勢打出一波強勢回歸的一個 一個態勢 讓南部的窮迷也是可以 有一點參與感 加入一下戰局 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意外就是 其實富邦 有一度掉到第五名過 對對對 不過現在 包含了 陳曼博彥有跳出來 桂魚有跳出來 捷克也跳出來卡 對 所以現在 在農曆年前的主場 五場 贏了四場 現在又回歸到前三名了 對 不過一度掉到第五 讓我們真的覺得 他是有點危險的 而且連徐總 都已經 爆頭 然後蹲在地上 然後就是看到很多就是 你以前是不可能會看到 徐總會有做這些動作 哇 很失望 然後抗議裁判 甚至是罵自己的球員 然後要專注要怎麼樣 然後有很多泄氣的動作 今年請朝而出 所有動作都出來了 至少打完五場主場之後 會笑了 對對對 這就可以看到 勇士是不是又要慢慢回穩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持續去觀察 但是 說到了上半球季 我們來聊一下半季的獎項 如果說只看半個球季 你會怎麼選擇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獎項有 最佳五人 對 MVP 進步獎 還有DPOY 就是最佳防守球員 那我們一樣比照這個規則嘛 我們先講MVP好了 MVP MVP MVP我覺得我會給俊翔 還是一樣 跟去年一樣 盧俊翔 盧俊翔 喔 聯盟有別的俊翔嗎 盧俊翔 就是69 球員都不看戰績了嗎 沒有 他之後搞不好他回來 會回來啊 雖然說他的那個 比賽的勝負 很迷 你知道嗎 就是 好的時候是真的 會很誇張那一種 然後明明就是可能打到鋼鐵的這種 覺得會很輕鬆 但是 他會打得很辛苦 台灣媒體投MVP看戰績嗎 絕對看戰績啊 戰績是我第一考量 我 大概只會投給 第一名的 那目前就是 就是 就是哥哥 哥哥啊 對啊 就是沒有什麼 因為我是刻意不想講他 爭議 沒什麼爭議啊 這沒什麼爭議啊 我是刻意不想講他 但是我覺得盧俊翔是 他的帳篇就是擺在哪 而且其實 他也是有機會可以贏球 好 那他他必須在你的最佳舞人裡面 規定 那當然 再來就是洋將 年度洋將 年度洋將是Kenny啊 那我也同意 一定是Kenny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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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人選 我覺得 OK 好 那就是盧俊翔跟Kenny Kenny 那我是哥哥跟這個 跟Kenny 那剩下的三個人 你都是後場嘛 那我也是 我也是後場 你是後場 對 所以我們後場只剩一個 只剩一個 嗯 我會給高國豪 高國豪 對 我會給高國豪 或是阿吉 這兩個會選 選 其中有 但是 我是阿吉 我是阿吉 但是我這兩個選 選到最後我會 我會投高國豪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他的幫手 太少了 就是可能這段是 這段時間啦 戰術的比重 不在他身上 嗯 可是基本上 戰術的比重 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的勝率很高 照這個角度來說 那他是不是就是 應該說教練團 要幫他設計 或者說 他自己要 再多跳出來扛一點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必須要這樣 但是我覺得 他是有這種 心態 可以去接下這個挑戰 因為阿吉 幫手其實很多 但是阿吉 他自己也打超級好 對 這個 因為他命中率啊 然後跟那些 哇 那些效率值 都高到很一步 但是我覺得 阿吉的身邊 還是有很多 就是比 比起國豪的話 我覺得他身邊 Vocal啊 阿良啊 對 有太多真的可以幫助他的 幫助他的球員 所以我覺得 我這一票我會投給國豪 但是我就是這兩個人在選 嗯 就其實 有點旗鼓相當啦 對 對那就是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 三票後場都投完了 對 只剩前場 因為今年以 洋將制度來說 其實 前場要投 如果說裡面沒有洋將的話 要選很困難 對 基本上沒什麼人 對 連翔軍都 只能選一個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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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我先講好了 嗯 我想要投的是 翔軍跟 舒士軒 我基本上也是這兩個人在選 哈哈哈哈 制度如果沒有改的話 以登入三個洋將的資格 那你 又有一個 站在後場 那千場 對 就是基本上都擺兩大的洋將 佔據大部分上場的時間 本土的四五號位 幾乎就是寥寥可數啦 根本沒有其他人可以選啊 對 你只剩這兩個人啊 嗯 而且 豪哥不能拉上這個洋 豪哥還是後場吧 他還是後場 嗯 所以基本上沒有 沒人選 沒有人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不知道是你投這 他們的位置是固定好了 還是 譬如說像NBA的話 你可以決定 你要把東西放在F還是G嗎 規定好 規定好 譬如說他規定 舒豪就是G的話 你不能把他拿 你不能把他放來喔 不行不行不行 那就沒轍了 真的沒人可以選啊 所以譬如說以傑哥 他在這五場主場的表現裡面 然後幫助球隊把他拉起來 其實我很想要 放傑哥進來 可是如果他是小前鋒的話 其實我前面 是有機會可以放傑哥的 但是 理論上他還是比較多二號位的出賽 我不知道聯盟會怎麼樣去界定他 對 那有可能就是擺在後場 那前場就不能放傑哥 對啊 所以 這個 就必須要 就是好好的斟酌一下這個規定 是否在這個登陸三洋將 跟四節八人刺的狀況 還要再繼續延續下去 是可以討論的 對可以討論 有很多調整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 DPOY其實也是 年度防守圈 大概二選一 大B跟Kenny 不用講了啦 我一定是選Kenny 對 那為什麼不是大B 因為我覺得Kenny比較全面啦 他的全面就是 當然不是說只有抄傑 他的全面是他可以從 從前場壓迫控球 甚至是在deny的時候 他可以讓風險很難接到球 甚至是 中鋒在打POSE的時候 他可以去協防 他可以做到事情太多太多 整個他整個球場 這個半場在防守的時候 整個面都是他的 對 所以 我覺得 因為大B可能他是只有 協防一個在護框 你在護框上面 老實講 其實你可能只有對球這個東西 會比較在攻擊的這個進攻的 這個進攻者上面 會可能壓力比較大 可是他沒有辦法幫到 另外四個 整個半場 對 整個半場他是沒辦法 他可能只能幫到一個點 一個人 但Kenny是 那個很恐怖 恐怖到很誇張 那我的理由是 我也投Kenny 那 最關鍵的原因是 因為大B真的太常陷入犯規麻煩 對 所以他的上場時間 會被自己給限制到 對 那Kenny幾乎在決勝節的時候 都能夠留在場上 對對對 所以說我覺得Kenny就是這一點 關鍵他勝出 這樣子 OK 那再來就是 剛剛其實也有稍微透露到了 年度進步獎 也是一個很大的獎項 我私心啦 我自己私心 我是很想投給舒士軒 可是李嘉康今年真的 表現得太 太棒了 對 你要投給自己 我沒有 其實也可以列入討論啊 我是 東山再起 不行啦 根本沒這個獎項 也不符合資格 東山再起 是要受大傷 可能一劑沒打之類的 心裡受傷 心裡受傷很多劑 但我很想要投士軒 但真的嘉康這個 真的太 也是一樣會讓我 很 很不好去 去講說 哎呀 這個給士軒 所以我 最後最後 我還是會把最佳進步獎的這個人 投給舒士軒 說我剛才我還是 舒士軒啊 好好好 他要撿最佳第六人啊 有機會讓板凳出發嘛 都可以啦 我覺得他兩個都可以撿啊 但 這兩個人基本上 因為士軒今年的雙 那個雙位數的得分 也有好幾場 對 而且他上去扛羊將 然後有時候去守麥卡洛啊 甚至是扛裡面的 大隻的 其實都偶有劍術 那今年的火鍋術 其實也好像也都有 往上提升 所以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畢竟 最佳進步獎 他就是在冠軍隊的話 那應該給他吧 有詞心 這我可以接受啦 我可以接受 那舒士軒 當然他今年最大進步 對我來說最有感的就是 被放投的時候 三分是會進的 外線長出來了 對這個就很關鍵了 對啊 對那家康 很多人會想投他的原因 是因為 去年他上半季根本沒打 對 今年他是在上半季 上場時間30分鐘左右 然後 場均得分8分 在工房 都算是領航員的後場合情 對 所以說我覺得 這兩個 都合理 那看下半季 誰打得比較好 好 那在討論完了 所有的上半季 可能產生的獎項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 來展望下半季 不過這有點像是 我們兩個 憑空做夢 對 空氣交易 我們兩個 充當GM 有沒有一些 交易的可能性 就是在下半季 可以 創造雙贏的 你自己心目中有沒有一些 人選 雙贏嗎 創造雙贏 或者說有交易價值 陳宥偉加南魔 換 賴庭恩加 周貴雲嗎 這個富邦太虧了吧 要我是Chris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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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豪都會換成成範 成範不要 成範不可能 成範非賣品 對我來說 真的假的 嗯 成範對你來說非賣品 對 因為我覺得他的 三號位的防守上面 其實他不會失位 然後他的攻擊 有在進步 嗯 對 而且他攻擊能力是強 所以我對我來說 成範是可以接班的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他們 他們還是有講嘛 在上了麥克之後 他們還是會再補一個相同位置 相同模式的洋將在進來 所以等於是 那成範基本上好像 因為沒什麼太多 嗯 被培養的空間 我所謂是被培養 所以我覺得 有可能如果在 我是富邦的GM 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有可能會把 成範擺在交易團隊 去跟鋼鐵人去換到誘文 雖然說現在的TJ 他打得很好 打得很棒 但 我覺得他還會想要再有一個更穩 一個稍微再高大一點 然後防守可能會再更飄漢一點 嗯 比較 屬於紅色血液的南山精神 哈哈哈哈 又 又瑋是不是算許哥天才 對我覺得他會 許哥喜歡高控球 他喜歡高控球 他喜歡高控球 然後 我覺得又瑋到了台北之後 他的Y線會長出來 嗯 哦 這是什麼 真的嗎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因為 那個體系 嗯 是會很適合 右衛出手 反正交易是腦洞大開 可以隨便講 那我就 隨便泡一個 逢高賣出 李維廷最近打得不錯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李維廷丟出來 因為商兵回歸之後 我覺得後場會滿擠的 嗯 國王不一定用的到 那如果可以用他來換現金的話 李維廷可以試著想想看 因為李維廷的後場攻擊力 是比較弱的 哦對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滿值得 可以講的 嗯 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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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的點 嗯 換現金回來 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王者要有缺錢嗎 可能很可能很缺 哈哈哈哈 但我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如果說是人換人的話 嗯 說不要換現金的話 人換人的話 嗯 像剛剛 請你剛剛其實在前面也有提到說 工程師的鄭柏宇 嗯 然後去換 那個 李航員的 巧楚瑜 巧楚瑜 嗯 因為剛好 原因就很明顯嘛 對 因為現在工程師 4號位的外線不是那麼穩定 對 然後 巧楚瑜 他可以投外線 有時候也可以衝搶 對 所以說我覺得蠻適合的 再回歸完了上半季的獎項 還有各種我們可能性之後呢 下半季的展望 腦補的交易也 預測完了 那接下來 就期待下半季 戰況的發展啦 那這就是這一集的 觀眾拿來看 我是蔡英錦 小麗 好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